今天我们来完成神功天巧第五关 全网最细通关攻略 那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 点击第五个选项之后 我们就能进入今天的活动 在对付配置界面 我们只需要带一个钟离 其他什么都可以 在这一关钟离非常的关键 选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挑战了 我们首先将视角钻到右边 我们能看到三个小石堆 找到方向之后 我们再将视角钻到左边 能看到一个可以踩踏的基座 踩完之后 我们就直接往小石堆的方向走 然后一个一技能全部打掉 这时封场就出来了 然后接着向前走 踏过封场 在左边有一个宝箱 打开宝箱之后 我们可以获得一些经验 这个非常关键 然后接着往上走 我们会发现一个征服器 然后一个一技能给它打掉 打掉之后 我们再将视角往右转 在我们的右边 能看到一个宝箱和一个征服器 直接飞过去就行 飞过来刚好可以蹭到这个封场 飞上来之后 再将视角往后转 我们又能看到一个可以踩踏的基座 踩上去之后就能开启封场 这个时候我们就能捡到上面的宝箱了 然后把征服器打掉 我们再将视角往左转一点 走到平台的边缘 能看到最后一个宝箱和征服器 直接飞过来 踩下面的基座 这边还是跟刚才一样 打掉征服器 然后捡这里的宝箱 捡完之后 先不要着急 视角往后转 在我们的后面 有一个可以踩碎的踏板 踏板的下面还有一个宝箱 打开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打怪了 现在我们非常的强 随便打一下就能通过这一关 这里我们正常发挥就行 谁的技能亮了就按谁的 谁的技能好了就用谁的 打完之后我们直接进入下一关 来到这一层 我们直接向前走 在我们下面有两个风时代目 打掉它们之后就能开启封场 在我们前面有一个火把小解谜 先踩左边的 然后再踩右边的 最后再踩中间的就能解开 打开宝箱之后 我们一路向前走就行 这里的征服器和宝箱 不要忘记捡一下 接下来就只有一条路了 我们笔直向前走 就能找到最后的怪物 路上的征服器 我们还是打一下 前面的桶我们先不管 直接向前走 在我们前面有一个风场 登上风场之后 又有一个宝箱和征服器 这就是最后一个了 捡完这一个之后 我们现在非常的强 前面的秋秋王和萨满 基本上随便打 随便用一下技能 它们就没有了 接下来就没什么难点了 我们打完出去就能领到奖励了 直接上后兄弟们 fine 谢谢 感谢观看